每次再次表示 印太大得上可以找到這根nadenь 但是你也不愿意看 就跟日本人一样 I'm going to give you a lesson 所以我以后没有人敢去看 所以就像日本的南京大徒那样 他以为把南京杀光的话 他认为以后下去 武汉这种洞不会抵达 Basically, it's a better place. 所以清朝多尔根率领大军 从北边上到南边打到扬州 把扬州图成四天 起无止扬州就杀光了 所以是这么可怜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 希望扬州再一个朝鲁家里 但是扬州为什么会发达到这种程度? 隋唐之河 为什么会发达到这种程度? 因为隋阳帝开运河 运河全部冲了 扬州是长江的运河 这是小点 所以这些小点 稍微知道一点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我讲扬州 《天下三分明月夜》 《二分无奈》是扬州 因为这种诗词 这么无聊的句子 写着一首诗就觉得 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贵 张沐他还做得更描 人生之后扬州死的 活在扬州还不够 死都要死在扬州 《山之三光》好目的 《山之三光》 首要宣喜蔣宗清 十年一覺,洋洲夢球深度不必解釋 拼拼了十三祭日、少洲三月 春風寺里,洋洲路,捲上據臉 宗洲愛城有一條街叫十里長街 所以四季祿的小女孩十三岁比谁都漂亮 所以所有的同城区里所有的女人把帘子拉起来 在那里提成什么社会的时候没有人要抵得上 放个蜜蜜 春风寺米 杨州木 上面所有的这些女人把帘子拉起来 没有人要抵得上她的四三岁的小女孩漂亮 OK 另外一首 多情缺世众无疾 为绝争起来效果 那种有心欢心的信仰缩绝到天 那我先讲我的暗语 摆暗 把杜牧所有情是众文情加起来 杜牧以上瘾 杜牧师一句中之多 杜牧 女人对杜牧而言 就像一根石膏 一根石膏 杜牧一琴,一根石膏 How do you like that? 你看看前面那些臭诗 她为这个女人不吃饭 有没有 她为这个女人睡不着觉 她写信给这个女人没有 她十年钟还想过这个女人没有 然后这几声他在洋沟或是什么样,潇洒地逛了一圈,起来说:"李章宁是山药,那也就下了。 李章宁是新会员。 哦,新会员,欢迎你。 李章宁的是春禅道士,四方禁。 这才是浪,精神是浪。 你把多么的诗你都加起来,找不出一句真正有情有义的话。 所以你看这些诗,因为年轻的十三岁的诗,十四岁初中的,群耀在初中的时候,一定看到这诗。 哇,这诗是真正有情有义的。 但是你看看,这诗有没有忧略。 所以我这个家伙的诗做得非常好,我不能否认。 我比较喜欢,我比较喜欢。 我比较喜欢,不然是不认同的。 我说,我比较喜欢。 你那种诗一句多么的诗,你真正有一点情意的, 那里诺,我又不找找。 OK,有没有问题? OK, 二十一,金谷元,讲这个《怀骨》的诗人, 因为你要不知道这个故事的话,这个《怀骨》诗人就毫无意义了, 因为你不知道骨,你无从怀起。 大家知道了金谷元, 金谷元是一位叫诗丛的人,他是西晋的人, 我相信他是海盗,就是他在海盗上抢人家的东西, 因为他是富道,不可思议的者, 西晋大家要讲奢侈,要斗奢侈, 西晋当权的人奉赵王,叫做司马,他当权, 但是他当权就刮了很多钞票, 所以他自认为自己有钱, 结果他开个派对的时候, 大家的宾客在做, 他搬出一堆珊瑚来, 珊瑚有一只多高, 搬出来给大家看, 表示他有钱。 司徒当然也在做, 司徒过去把珊瑚一脚踢过去, 塞个喜巴了。 赵王人说, 好可就丢蛋, 一只股价之宝, 你一定要赔。 司徒说, 哟! 家民人来了, 把珊瑚拉几次过来, 家民搬出十字上, 几次长, 说赵王, 请你选一字。 所以, 这样的人, 司徒不为宿命, 赵王人当权, 下面有个很坏的人, 叫做神秀, 是他的臣子。 赵王人不亲自出所, 要在神秀去整他。 这个人, 始终这么有钱, 所以他有个大的体验, 叫做筋骨圆。 底头当然, 他在神秀, 找到一个理由, 就要读这个事情。 神秀先到的, 我听说, 你有一个漂亮的花姑娘, 叫做绿珠。 大家听过没有? 绿珠。 这些中国的民女人, 你们都不知道。 这个没想好啊。 ari expectation 神秀, 不错。 神秀就是从众讲, eran王女神秀。 今天的义公級者是 他就是前钥子的。 所有人都会管轢出兑珠教。 纳九。 他说, 我是不是离开手。 所以神秀就是 going to Makes outное, 是從被抓走的時候 被抓走的時候 跟御主講的就是 這一切都是為了民主的 御主為他就說 終於我而言 從頭下跳下來 落化一絲對柔人 看見沒有 繁華四散出鄉水 又流水無瓶醜之尊 日暮東風怨體兩世 落化於是最多人 白岸 王家為什麼要繁華四散出鄉城呢 因為有點故 但是時機能這麼有錢 所以他把沉水之鄉 磨嘴細細的 撒在鄉牙床上 向一些狗娘們在上面走 從古到京 顯然湯女 這種都倒一點小培 要留下不留下腳跡 那是很難的事情 不過 他還有一個好處 腳比較大 也許不留下腳跡 他就想他珍珠 有的是超小的 可以這個鄉城的點故 當初的日子是這麼豪華 這麼的 大大大大 這些東西都像鄉城一樣 都已經過去了 現在剩下這個金庫園 這個庭園 剩下 你看我那個小龍門來評調 我來評調之後 我看見流水 附行超之大大大大 日暮東風見疲惱 他在那裡灌了很久 黃昏了 然後今天咬的教 當然你的覺得傷感 你今天咬的教聲也是怨 怨體的 就是提了怨 怨體的落花 又是這個風吹下來 你就出天涯的落花 你就想起最終的玉珠 我後面叫了一個案 我說欣賞懷孤師的徒生清淨 你必須 你到了金庫園 或者是什麼園 你想像它是金庫園 你想像這些東西 所以 欣賞懷孤師徒生清淨 這個古老的經驗 誰處有荒沛的後輩 在學校的時候就等於 空靈中芒師爺草 想起師忠和聖秀 財事都到哪裡去了 不知不覺到了黃昏 李正峰吹來 哀怨體調題 做生的話 你又想起最終玉珠 它是不是尋求 你告訴我 這個故事很可愛 很簡單 不是很可愛 很引起人的想法 你要是有一點文學氣味 你可以從一些什麼 完全用imagination 所以我教你們怎麼欣賞詩 我有時說 你要從電影的角度來看 你只要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只要從這個角度來看 都長為什麽 就要approach 所以 我看這個詩 我自身在黃昏之中 我可以想到 這個故事 我覺得後面問了三個問題 它是不是群聚 你問 是不是 是不是群聚 OK 尋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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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童愛不愛他? 我的疑問是,詩童跟他講,我是英美女給你 然後他聽完這話再跳了 他是在這個男人跟他講話之後一句就跳了 但這個男人還沒死,也沒死 人死的去性情有道理,人死的去性情有道理 人死的去性情有道理 他大概不了解那個時候的局勢 那個時候政治非常黑 所以這個詩童是有去無歸 因為那個時候這群傢伙殺人像狗一樣 跟毛澤東沒什麼 中國人喜歡殺人 意思就是說,你要去不遺嫌境 你可能一去無歸 那我要表明我對你的愛情 我就先以你而走 這樣一定要帶著我來給你 是尋情而死,還是有什麼原因而死? 他走了他就活得沒意思 不是,他被抓了以後 下一步就是會來奪取綠珠 所以他不要了,他要跟隨他 不要了,他也可能 那你必須知道 詩童 你可以說 你可以說詩童是愛他 因為他只要把綠珠獻出去 你至少敢氣之類 他不會有問題 將來可能還是有問題 但是至少他當時的難關就過了 所以這個東西 從詩童的方面來講 他是為綠珠而死 他不願意把綠珠獻出去 當然也有人說 他是江湖大道 他忍不下這口氣 那是大個危險 因為江湖大道能夠冷氣得多得很 活都不能成江湖大道 所以我的意思是 為什麼這些東西可以允許這麼多詩童? 這就是 所以他跟玉珠講 這一切都是為了 這句話就不太容易講 如果是研究整個固執的話 如果詩童真的是情深的 即使是他為他而死 他都不應該講 所以這些東西 可以研究的地方太多了 不是那麼簡單 很可愛 所以你們 如果還要 Anyway 可以這首詩 每一首簡單的詩 可以引起你無窮的想像 好嗎? 好嗎?